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遇了车祸 直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到相关的赔偿 春节前我们的记者就根据他信件当中提供的一些线索 来到了雷州市进行调查采访 2010年1月18日 距离春节还有20多天 广东省雷州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对面行驶的大客车 轿车为规车车 小轿车上包括司机在内的五人全部受伤 坐在后座上的黄文波是伤势最轻的 黄文波当天和同村的三个人一起到80公里外的湛江市办事 乘坐的是村子边上的黑出租 没想到路上出了事故 黄文波说 和他一起乘车的叔叔伤势更重 至今还躺在床上 由于他们乘坐的黑出租车是普通的私家车 最高也只能有一万元的乘客险 因此 每人花完一万元就无法在医院继续治疗 无奈他们只能出院回家了 黄文波告诉我们的记者说 他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当初乘坐的是正规的客车 那么出现车祸之后 按照规定 保险赔偿 最高他可以拿到50万 但是现在乘坐的是黑车 惹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他追悔莫及 根据当地的报道 黑车在当地这两年是有增无减 而且带来了大量的安全隐患 我们的记者也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了调查 记者来到雷州市东里镇 比较繁华的路段 刚提出要到雷州市区 就有几名黑出租司机 争相上来来客 记者随机乘坐了一辆黑车 与司机聊天过程中了解到 黑车泛滥最根本的原因是钱好赚 黑出租不缴纳任何税费 油钱之外都是纯收入 因此一些人认为这是个赚钱的好活 而更让记者担心的是其中的安全隐患 因为记者乘坐的几辆黑出租车 车速度非常快 在仅有两条车道的道路上 时速经常超过100公里 去雷州当地媒体报道 雷州市几个县镇总共有近500辆黑出租 这样的规模已经抵占了正规客运公司的大部分市场 记者来到雷州市是2月9号 离春节还有五天 雷州市正规的客运站里 完全没有春运期间的忙碌景象 客人很少 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黑出租既不交税又不奖纳管理费 成本低 向客人收取的费用相对也低 比如从东里镇到雷州市区 正规运营公司的票价是11元 而黑出租有时只收10元钱 并且还将客人送到家门口 因此更容易拉走客运 而由于黑车的泛滥 雷州市客运公司的很多线路 每个月就要亏损十多万元 那么当地行政主管部门 对于非法运营的黑车是如何整治的呢 记者来到了雷州市交通局了解情况 应该说我们还是打击力都还是不高 可以这样说 交通局副局长表示 关于打击黑车 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由于人员较少 很多工作还不能完全到位 那么你们通常去查的方法 击查方法就这样 就说 击报 击报电话是多少 击报 击报电话呢 是 击查队的电话 是 击查 采访中 正规的客运公司提出 如果加大对黑车的处罚力度 提高非法营运的违法成本 就能够让黑车司机逐渐退出市场 但是 它办法 你肯定不够 按照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 未经许可 擅自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按理说 这样的处罚应该是很重的 为什么黑出租司机 还敢在主要路段 毫无顾忌的拉客 难道这些司机 一点都不担心 主管部门的查处和打击吗 尽管按照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 对非法运营车辆 除5000到1万元的罚款 但在采访中 雷州市交通局给记者出示的 罚款单据上 每辆被查黑车的罚款 都只有3000元 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因家庭经济困难请领导重新处理 就是他提到了这个 然后你们是罚了3000元 就是那他说他家庭困难 你怎么能证明他是家庭困难 他提供什么证明呢 证明他是家庭困难 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 交通局副局长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加大对执法人员的管理 如果发现有训私情而降低处罚力度的情况 他们将严肃处理 2月11日 记者离开雷州市时 交通局的机查车辆 正在黑车经常聚集的地方执勤 而机查车辆所到之处 已经没有了黑车的影子 当地交管部门现在已经开始对黑车进行大力的整治 那么如果说市场上存在这样的黑车的话 它首先影响到的是国家相关的运营法律法规 同时干扰的是当地的运营市场秩序 逃避了相关的税收 更重要的一点 它直接影响到乘车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 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对于雷州当地 整治黑车的行动加以关注 而且我们希望这样的整治行动 能够让当地的群众满意 2009年底 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副国街派出所 接到了多名私家车主的报案 报案都说自己的车在停车场停得好好的 门锁也没坏 是车窗也没坏 但是车里的东西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2009年10月 大连市民李某车内的一部手机被盗 2009年10月 大连市民陈某车内的一台笔记本电脑被盗 2009年11月 大连市民高某车内钱包银行卡和一部手机被盗 车窗 车门 包括后备箱都没有任何破坏痕迹 车主而且已在坚持的 他是说好了车才离开 这就是很奇怪 案发地点分布在大连不同的区域 与以往的车内物品失窃案不同 车辆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现场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这让警方感到头疼 车里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被偷的 民警在报案人的口述中努力寻找着线索 这些司祖大多反应在近期或者很长一段时间 去过这个咱们这个大连市最大的一个商业广场 和平广场 被盗的车辆最近都去过当地和平广场的停车场 那么这个停车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一开始我们首先考虑提取那个购物网场那个监控摄像 看看有没有信息 终于 在2009年11月22日这天 新的线索出现了 发现那个有人高档交车 车主下车以后用遥控器锁车 但是锁了一次 感觉车没有锁上 又锁 又摁了一下遥控器 但是车还是没有反应 但按照第四车的车 车才锁上 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紧接着民警又发现 这辆车周围总有一个黑衣男子在转悠 有这个新的车辆过来准备停车的时候 发现它的袖口里 闪出这个半截 像这种电视遥控器之类的这种 白色的一种这个小盒子 民警发现 每当有车主用遥控钥匙锁门时 这个人的袖口就会指向车辆 那么这个人的袖子里藏着什么东西 跟一连串离奇的失气案有没有关系呢 民警随即对黑衣男子进行盘查 从车货备箱里发现了一台银灰色的笔记本电脑和两部展现的手机 从这名男子的包里也放出了两部手机 这个现象特别反常 一个普通人有必要携带四部手机吗 黑衣男子承认 车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是他最近从别人车里偷来的 但他袖口里那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发射器 这个是解码器 民警介绍说 这是个汽车信号干扰器 也叫信号拦截器 在一定范围内 它所发射的无线信号能够干扰汽车遥控钥匙对汽车车门的控制 当车主以为遥控钥匙已经锁好车门的时候 实际上车门可能并没有上锁 我看他走远了 或者进商场了 我就回来 然后把他打开直接进去 看有没有什么前窝 朱某今年26岁 是大连本地的一名工人 朱某说 他看到很多车主都是使用遥控器电子锁车 很少有用钥匙手动锁车的 于是就设法购买了汽车信号干扰器 朱某归案后 随即被警方刑事拘留 目前 警方还在对案件做进一步调查 要请大家注意 还有可能有人在社会上利用这种干扰器作案 车主在锁完车子后 你应该用手拽开车门和车槽 与此同时 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是不是能够调查一下 目前市场上有销售的所谓的这种信号干扰器 对于此类特殊商品应该严格规范它的生产和销售 在2007年年度法治人物的颁奖典礼上 有一个名叫王江的警察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它是当时全国管辖范围最大的一个票警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王江获奖的情形 让我们掌声有请2007年度法治人物 王江 平时村民们怎么称呼您 是叫您王景观吗 很少叫王景观 都喊我王哥 王三哥 王三哥 对 这个台海老三是哪儿 我在家是台海老三 王景观 王三哥这两个称呼您更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王三哥这个场合 更亲戚 三年过去了 在我们今天的说法周刊当中 再一次提到王江这位民警 是因为不久前他因病离开了我们 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样一位生活战斗在最基层的民警 他的故事 王江所管辖的片区有三个林场 七个村子 面积133平方公里 辖区内有600多户村民 他们散住在辖区内的各个角落 记者赶到加牧斯市的松木河村时 王江家的电话号码仍然张贴在各村的醒目位置 在村民们看来 这个号码就是松木河的110 1994年 39岁的王江孤身一人来到松木河工作 成了这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之内 唯一的一名住村警察 随后 他卖掉了城里的三间大马房 说服妻子儿子在松木河村买下了这间不足18平方米的小砖房 从那时起 妻子谢书芳当起了义务协警员 而他的家就成了警务室 每天晚上 王江家门口就会亮起一盏小红灯 他在告诉人们 这里有警察有事来找我 2006年的农历大年初四 村民小李就是看到这盏小红灯 找到了片警王江 王叔啊 我们家出事里会打起来 我爸我妈都给你打死 小李告诉王江 他的前夫半夜潜入他家中 打死了自己的父母 还打伤了自己 现在已经逃 王江立即把情况向上级派出所进行了汇报 王江不顾妻子的劝阻 拿着手电就向村口跑去 后来王江的妻子谢书芳 给村之书打了电话求助 出村的路只有这一条 两个人在雪地里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埋伏在了犯罪嫌疑人 必经的插入口上 大约有15多米 二百米几种 我脸上喊 我站着 一检查他背个袋子 下半天我背个袋子 我一询问 我当时发现手套上有血迹 我就一脚把他踢倒 村之书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王江和犯罪嫌疑人 就已经扭打在了一起 最后村之书帮着王江 把犯罪嫌疑人捆了起来 其实像这样的凶爱 在王江管辖的区域范围内是很少见的 王江做的更多的事情 还是给村里的老少爷们们 解决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些小事 王江一干就是16年 由于长年的劳累奔波 王江先后七次被查出患有肝硬化 为此上级领导多次要求 把他调回到城里去 但是每次都被王江谢绝了 王江在自己的日记里 悄悄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苏木河的百姓 对我在工作上给了我大的支持 同时给了我厚爱 所以我也珍惜你为强 为了辖区的百姓 苏木河的百姓做一件事情 2009年初冬 写完这篇日记的第二天 他去辖区最北边和兴臀的时候 突然就倒在了路上 这一次医生诊断 肝硬化已经发展成了癌症 在儿子的心中 王江一直是他的英雄 而王江心里也有个小小的愿望 他希望儿子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在他病重期间 黑龙江省公安厅的领导来看望了王江 他们帮助王江实现了这唯一的心愿 所以您儿子啊 三级警司 真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察 所以你要向你爸学习啊 当个好警察 王江这位普通的民警 用这种平淡 但却不平凡的方式 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里 我们要向所有坚守在最基层的岗位上 为了守护百姓平安 而努力付出的民警 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周说法周刊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